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今年是莎士比亞誕生 四百五十週年 全世界有很多慶祝活動 台南人劇團今年也重新演出 經典作品哈姆雷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總監呂博生 跟我們分享偉大的莎士比亞 和哈姆雷 老師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今年是莎士比亞四百五十週年的誕生紀念 其實全世界都有很多很精彩的作品 那其實對我們這種比較不了解莎士比亞的人 就算是看比如說像之前幾年很經典的沙翁情史 也是一個很經典的作品 對不對 老師我們剛剛聊天聊到的時候 你說這部電影真的還蠻可以了解那個時候的狀況 對 因為我們常常是 比如在教莎士比亞就會用這部電影 然後在課堂上播放給學生看 所以可以讓學生可以透過這部影像 尤其現在比較所謂的90年代出生的小朋友 他們在看這個影像的時候 他們可以了解莎士比亞時代的演出的一些規範 還有當時觀眾或者是一些所謂的貴族教會的人士 對於做劇場的人的一些態度 想法 老師可不可以先舉一兩個例子 讓我們重新再回想起那部電影 然後它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是讓您覺得 對 他們真的非常原汁原味地重現當年的狀況 比如說如果大家看那部電影的話 你會看到永遠都有一個所謂的類似神父的一個角色 然後當劇院在開放的時候 他就會站在劇院的門口 然後跟大家說劇院是非常的所謂的瘟疫的灼床 是非常墮落的淫秽的地方 然後要求大家不要進劇院去看戲 對 我記得這一幕 對 然後結果那個戲的最後你會看到 他其實是因為觀眾人潮太多 把他擠進去劇院去看戲 然後最後他看完薩斯比亞的羅米歐朱利亞的時候 然後有最後一集的那個悲劇 然後他也痛哭流涕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可以反映說 當時的教會其實對於 因為其實薩斯比亞的他所處的年代 剛好是所謂的歐洲剛好經歷一個中古世紀 一個黑暗世紀 那在黑暗世紀的時期 其實教會的力量就興起了 所以教會為了控制人民的話 那其實劇場在任何時代 包括現在這個時代 它其實都還是非常有力的一種武器 去煽動人心這樣 所以不管是當選者或者是教會人士 看你要怎麼樣利用這個劇場 手一定要伸進去這樣 對 所以那個時候是不是也是禁止女生上台演戲的 對 當時其實跟歐洲 就是說長久以來從2500年前的古希臘劇場 或者我們中國東方的戲曲也是這樣 就是女人是很抱歉 不管是你不能上台當演員 對 你要去看戲也要徵求你的老公同意 你才能夠去看戲這樣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薩斯比亞的劇本裡面 其實女性角色它就會寫得比較少 因為我覺得 當時都得要男生去反串 對 然後男生反串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或多或少有困難度 然後所以薩斯比亞 你看它的經典的文本裡面 不管是我們這次要演的哈姆雷 或者馬克白 里爾王 里爾王算女性角色算多的 對 大部分都是女性角色會寫少一點 對 就是為了要 因為她當時的演出 演員大部分是男的 所以她必須要去滿足她的演員的需求 我們剛剛講到今年是450周年誕辰 所以全世界有很多 其實不是只是這兩年 當然它是一個今年來非常經典的作品 但這兩年有什麼特殊的活動嗎 比如說像今年台灣其實也很熱鬧 除了我們台南劇團做的 除了哈姆雷之外 比如說台大戲劇系 今年15周年也做了薩斯比亞的第12頁 那是蔡博章指導 然後台北藝術大學的戲劇系 今年的學習製作也做薩斯比亞的作品 《查三世》 那請王嘉明去指導 對 然後今年下半年 聽說兩廳院的國際劇場藝術節 他們邀請兩個國外的團體來 那分別也是要演奧塞羅跟《仲下一之夢》 對 所以其實那國外更是多了 幾乎比如說我三月去了 二月去了香港藝術節 那香港藝術節今年也有好幾齣殺劇 我就看了《仲下一之夢》 我也看了《羅密爾朱莉耶》 然後包括薩斯比亞的故鄉倫敦 這個環球劇院 他們今年也規劃了一整年的活動 那包括他們特別安排了一齣戲 也是《哈姆雷》 那這齣戲預計要到全世界去巡演 總共就是要到全世界很無大洲 然後很多的國家去演出 然後預計要花兩年多的時間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這兩年真的非常莎士比亞 是 特別是今年 對 今年其實《台南人劇團》有 老師剛剛講了 我們要把《哈姆雷》搬上舞台 是 《魏俊展演》 搬主角 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 心裡面有什麼話想跟莎士比亞先生說 好的 以前小時候有看一些書他們在討論 小時候覺得討論很無聊 他們說這個人不叫莎士比亞 然後其實很多方向都在談這個 就是 他們說有人說他其實是宮廷裡面的某個人 然後他用某個劇團叫莎士比亞這個人來發表 然後真的莎士比亞 學士不冤勃勃勃幹麻 然後我小時候覺得自己不重要 反正就是大家公認莎士比亞不知道是誰 但是長大一點 你真的念多了一點之後 你會覺得太驚人 他到底腦子裝什麼 就是他光是宮廷劇就寫了這麼多 然後更標出那些愛情喜劇阿大悲劇或什麼 就是很驚人 就是他到底怎麼有辦法憑空想像這一切嗎 還是他真的其實是在某個重要的位置 可以看到人很戲劇性的各種層面 所以我其實會真的想知道他是誰 他到底為什麼可以想這些 或他其實真的看到嗎 對 我的話就是會很想要要他來看你這牌 好 其實關於莎士比亞的八卦還滿真不少 對… 就是人很紅大家就會想猜測各種 對 尤其特別是美國的學者 對啊 因為莎士比亞是英國人 是 所以美國學者就會特別想要說 沒有莎士比亞這個人 老師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我喜歡莎士比亞 我寧願相信有這樣的人 他就是一個曠世奇才 然後就是450年前他就誕生了 然後他就縱橫了倫敦的劇場 然後數十年 然後包括他死後 然後他的影響力至今都不衰這樣子 我還是相信有這樣的人 然後大家會對於莎士比亞這麼懷疑 是因為 因為他只是在英格蘭的 所謂的Strafford這個地方誕生 然後他之後才到倫敦開始去展開 他的所謂的劇場的職業生涯 然後短短幾年就攀上了枝頭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就當時有種叫Shaksin 就是沙風景 莎士比亞的風景這樣 是 就是覺得他就可以影響了整個倫敦的劇團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說他又 因為當時的劇場人 當時的劇作家有名的像 Malo這樣的這些人 他們都是所謂的倫敦 不 所謂的劍橋牛津大學幫的 他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 但是莎士比亞沒有 莎士比亞沒有 他只是一個中學畢業的 然後為什麼他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就會開始覺得說 這個人絕對是一個貴族 一定受過高等教育 他才有這樣的文采 有這樣的一個思緒可以寫出這些東西 這樣 所以從此以後大家都在研究 到底有沒有這個人 然後找了很多很多的資料 線索然後去佐證 證明他到底是不是 存不存在 對 然後還有人說 其實是很多人 共同寫 只是用莎士比亞這個名字 對 但是我覺得 如果看文筆的話 其實因為我覺得一個人的 創作的歷程裡面 絕對有不同的階段 就是前期階段 中期階段 後期階段 那一個成熟的創作者 他不同階段一定有不同的表現 對 那我們不能因為說前面大部分是這樣寫 然後怎麼後面會這樣 我覺得有點太八卦了 是 其實哈姆雷的演員 我們都很 都覺得畏軍男很可憐 因為他的台詞 大概是所有人的數倍之多 就我們都看完要說 可能把他未來五年要背的台詞 都會一直背完 好